Hello,各位四岁班的小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Good morning, everyone. Today, we want to learn how to write the A. 首先,小朋友们,你们先打开第一页。 第一页。 好,please open your book. Patch 1。 第一页,Patch 1。 今天我们要来学的呢,这两个A的生字,小A的生字,Color the letter A and pictures。 好,大家看,我们要Color这个 letter A,这个小A,上半年呢,我们学了大A, 所以,下半年我们要来学小A,大写,小写,这个是小写。 好,我们要来学两个英文的生字。 好,我们要来学两个英文的生字。 斧头,斧头,斧头是X,好,letter A。 来,我们来看这个A,要照着这个笔顺哦。 你们有看到吗? 第一话,我们要画一个圆圈,跟着这个点点点,画一个圆圈。 N,画一个好像C,这样子的。 然后,第二话,直直画下来,这个就是小A。 好,然后小朋友,你们这边可以彩色,然后彩色那个图画,对吗? 彩色这个斧极和斧头。 来,我们来看这个下面的。 这边有1,2,3,有3行是要写。 然后下面就要自己写。 来,我们跟着点点点写来。 第一话,我们先写C,跟着点。 然后直直下来,好像1这样子。 好,小朋友,你们就去写哦。 去写完它。 好,一个C,直直。 然后你们去写完这一个点点点的。 下面有一些没有点点点的也要写。 这个你要自己写哦。 对吗? 我们已经写了很多次点点点的, 这边你们可以自己写。 这个E要超出头。 一个C, 一个E, letter A, 一个C, 一个E, letter A. 来,我们看这个Patch 2,第二页。 第二页。 现在我们要来读的是Letter B。 Letter B, small letter, 小写的B, B。 Color的Letter B, 好,所以要Color。 And the pictures。 好,然后还要踩这个图画。 好,第一个图是什么呢? 第一个图。 第一个图是床。 床,英文, Bed, Bed。 好, 密封, 密封,密封是B, B。 然后我们现在来写, 讲史写这个B。 一样的小朋友们, 你们有看到E和2吗? 好,这个B, 小B, 我们先写一个E, 长长的E, 然后, 再写一个倒反的C, 把他画过来。 这个就是B。 好,下面呢, 我们要来写B, 小写的B, 跟着点点点。 B, 写一个E, 一个半圆, 一个E, 一个半圆, B, Letter B。 好, 再来写完点点点, 下面有两行是还没有点的。 所以小朋友们, 你们要自己写, 还记得怎么写吗? 写一个E, 然后, 在中间这边画一个半圆, 对吗? 写一个B, 这个, 写一个E, 然后这个E的中间, 画一个半圆下来。 可以吗? 小朋友, 好, 写一个E, 然后, 半圆画下来。 所以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 要写A和B哦。